我超喜歡 不過這個也不錯 或是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 這個怎麼樣 這好適合我 超喜歡 這個選擇非常棒 這邊請吧 你的設計我都好喜歡 那都不是我的設計 我會參考美題資料庫裡面的樣式 我從來沒有自己設計過美題造型 哦天吶 你做的美題超可愛的 我可以上傳到網路上嗎 大波前進 將過去 全部拋棄 勇敢嘗試 去冒險 和我一起 麻煩你幫我設計一組超炫的美題 今晚是水晶茶館要辦音樂職業 有音樂相關的設計嗎 我來看看有什麼 有別的嗎 空白好像不適合我 糟糕 等等 我看看 什麼 怎麼會 每個都被我用過了 沒關係 幫我畫個魯夫斯一樣的 這樣就成了朋友美題 才不是呢 伊茲 有自我風格的小馬才不想跟其他小馬人一樣 魯夫斯說的對 沒有新的設計 以後就不會有小馬來找我做美題了 哦不用擔心了 想些新樣式就好啦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設計 我只會複製別人的設計 現在全用完了 我該怎麼辦 啊 啊跟我來吧 我知道你需要的是什麼 卷師美題師 你跟命運有個約會 命運 待會進去之後你就準備 打開眼界吧 啊 你可以感受到自己曾經在藝術創作的範圍裡了嗎 糟糕 他好像吹錯曲調了 先等一下 要有點耐心 我好喜歡他們放鬆自在的樣子 哇哦 實在太神奇了 這是從即興中激發出的靈感 有時候必須跳脫規則才能創造出新的東西 很好 我想你應該也感受到了吧 現在只要把這種感覺融入到你的設計裡就行了 哇 說不定我真的可以設計出自己的美題作品 絕對沒問題 而且我知道你可以找哪些小碼當練習對象 好的 立刻開始吧 盡情發揮 跟著趕抉躁 喚醒你內心的藝術家 你怎麼知道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耶 快看我變得超帥 快點讓大家看看我們的美題有多好看吧 謝謝女子 要不是你幫忙 我肯定沒有足夠的勇氣創造自己的設計 太好了 不過你可能得加把勁多想些靈感才行 快看 可以跟我畫彩虹嗎 結果 你的美題超好看的 嘿嘿嘿 我可以跟伊茲用一樣的設計嗎 魯夫斯的眼光真好 太棒了 我們有朋友美題 不行 魯夫斯 每隻小馬應該都要有獨一無二的設計 跟我來 啊 等待是值得的 我保證